你把头盔脱掉你就会弄一下头发 每个人都这样很生活 他就讲了一句 你们偶像就是那么暧昧 刘德华竟被导演因为演技连骂了两次 两人还因此直接闹掰 在电影《天若有情》拍摄中 因为刘德华最早走的是偶像拍路线 维持形象对他来说是首要任务 所以经常可以看到他在整理被头盔弄乱的发型 这可把杜琪峰给气坏了 两人因此大吵一架 更是在第二部拍摄时 直接将男主角给换成了郭富城 随着刘德华逐渐成熟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主动找上杜琪峰和解 并继续合作《天若有情》三 接着在拍摄电影《暗战》时 刘德华虽不再摆弄头发 但还是把手插裤兜耍裤 这让杜琪峰很是不舒服 怒对刘德华 你不插裤兜耍裤 你就不会演戏了 你要多向刘青云学习学习 收起来你的耍帅 认知演戏 这番话成功打醒刘德华 让他一改往日的模样 认认真真的演戏 首次尝试男扮女装 在电影里 那低调内敛的气质 和面对死亡时的从容淡定 精准把握了角色的定位 这个是在刘德华以往电影中 很难看到的 最后刘德华也是凭借着 在暗战的出色发挥 拿下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影帝 你最怕的动物是什么 老鼠 老鼠 我连 我们比老鼠我也不喜欢 谁能想得到 我们大名鼎鼎的刘天王 竟然会怕老鼠 他那拍戏打鞭炮的习惯 专门就是为了吓跑老鼠而保留的 他在拍摄五一探长雷洛钻时 因为一个不留神 被趴在摄像杆上的老鼠给吓到了 这给我们的华仔带来了很大的心理阴影 直到工作人员将老鼠给抓回来后 他才肯回来继续拍戏 有了这个可怕的经历后 刘德华只要接好戏一开拍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鞭炮 先来一个敲山震虎 告诉那些老鼠们 刘天王来了 你们快让出一条路来 这一来二去后 他的小习惯便保留到了至今 后面再一次采访时 主持人提到了怕老鼠这件事 刘德华更是皱眉直摇头 那只老鼠估计也不知道 自己竟然对刘德华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 娱乐圈有这样一句话 一年一偶像 百年刘德华 咱们的华仔出道了四十年 竟也火了四十年 作为四大天王之一 很多人说他跳舞比不过郭富城 唱歌比不过张学友 连颜值也比不过黎明 在我看来 他最吸引我的并不是表面的这些 而是内在的人品 当年他急急无名 从无限训练班出来 听说投奔怒海在找演员 他百般努力 争取到这个角色 但开拍前夕 他无意中听说 这个角色最初定的是周润发 顿时心生不安 认为自己抢了人家资源 于是专门找到周润发 向他说明了此事 后面在香港金融风暴来临 近乎破产的张卫健 在绝望之刻找到了刘德华 刘德华二话不说 开了一张巨额支票给他 然后送给了张卫健一句话 学到的就要教人 赚到的就要给人 更是在拦截英困窘到无人理睬时 刘德华资助了十万元 后更是找到相关部门 为他申请了各种福利 王晶曾经说过 如今娱乐圈鱼龙混杂 但刘德华永远是刘德华 而这也是刘德华 能一直火下去的原因 我对你来说